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喔 邀請毛部長 部長,請 郭委員好 毛部長,剛才郭翁中委員喔 他在這順我聽得很辛苦,你知道嗎 我覺得雙岩大橋喔 你一直都覺得說超大風災天災,對不對 對 雙岩大橋 對 你如果用老伯的角度你想看看 超大型的風災,好 高雄縣有幾座橋,有床沒床,你自己看 不是都是床的 全部都斷掉的沒法牆啊,對不對 因為他是出海口啦,他在出海口 出海口在屏東那裡也沒空啊 不是啦,你如果用出海口的角度 你當中要風橋嘛,對不對 你要風橋啊 你要管理不當嘛,你維護不當嘛,對不對 對啦,我們本案會針對監察院 給我們的糾正,我們來做後續的處理 不是啦,老伯長,你不能說喔 國山發生事情 阿來風橋那邊跟國北先說 雙岩大橋的老伯是 特地喔,聽不下去啦 我們現在我們也在檢視相關的這些市政 所以說風秋我們先決定 然後現在雙岩橋部分 我們也很快就會有在做處理 不是啦 我們處理原則是一致的 然後從上游、中游、下游 月球有燈、月球沒燈 你到底老百姓 欸 騙渣時是到底要聽什麼 你沒有風橋啊,沒有風路嘛 岩大頭一個嘛 對不對 七象極的,七象一爆 老百姓覺得沒關係啊,你沒有風橋啊 你說出海口 欸,你上游怎麼意量你出海口要風橋嘛 哪裡這個不口白咧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會針對監察院給我們的糾正 我們來做後續的處理 不是啦 你不可以說看了監察院的糾正 你自己交通部的主管單位 為什麼要監察院 現在你們交通部要做什麼 對不對 因為我們原來的 你什麼業務都推給監察院 哪裡有這樣的啊 你自己交通部 你道路維護 你管理有沒有不走 有沒有第一時間風橋 你自己要處理好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人家屬在這樣鼓起 你不可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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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按照監察院給我們的糾正 我們來做後續的處理嘛 你正解的那個 欸,交通委員會在開口 你怎麼說 狗批有狗批的程序 是有他的程序 我們現在還是要走他的程序啊 欸,啊為什麼風橋那時候就沒有程序啊 到現在才有批啊 說可以狗批啊 所以我看你莫名其妙啊 因為這個有不同的認定嘛 沒有啦,部長我是覺得說 沒差你的才華這樣啦 我去做東部長跟老百姓 演大頭一個 對不對 好啦,你回座啦 我請郵政那個郵董事長 應該批就批嘛 郵董,請 喂,你找 郵董,我覺得你來做東部長比較好 呃,我現在是負責郵政 沒有啦,你啦,這個各位常務次長啊 我請教你一個 你這個郵政喔 中華郵政我們大家知道 這百年六點喔 但是我看你到今天喔 欸 你中華郵政的主要的郵政業務喔 你了錢了嘛對不對 呃,不是 不是的 就是我們在本業發言 業務量是在 不容易拓展 或者甚至有下滑的現象 下滑嘛 那開始在了錢了嘛 我是覺得說 你這個郵主我一個感覺 你都穿那個 有那個大陪的 公司行 還是公益團體 都在打折扣 對 我覺得公益團體打折扣是應該的 有懂 公益團體打折扣 甚至喔 為公益團體 應該在醫護上去做 我應該 著搜一個所謂會而已 我覺得 為大公司的營業 這麼多 你的折扣打得這樣喔 欸 你96年度的結算喔 你的折扣金 有十九那些齁 所以我是覺得 你這個折扣 那不應該這樣 好 委員 我們生意遭遇的情況是怎麼樣 在這種大中客戶 跟主要的業務單位呢 民間的快遞公司 民間的物流公司 搶得非常兇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中華郵政的業務量 這個啊 好不容易在 在業務方面 我們啊 為了要爭取業務 所以是有點折扣 在這個折扣 一個呢 是一個考慮到這裡的成本 第二個 市場競爭的因素 也要一起考慮 市場競爭但是 他們沒有一個人 當然沒有 我們比 欸 我們的安全性 會對我們的信心啊 中華郵政行都不一樣 謝謝委員肯定 欸 我本身在選舉啊 我拜託你們走 我就不怕要爭扣金的 因為讓你們走得好像九成九寶 欸 你贏人這點 為什麼在折扣還打得這樣 那位齁 公司探市探跟那些折扣還打得太多 你知道嗎 當然你是市場競爭啦 再來齁 有一點齁 欸 你現在的受賢業務 你一年後多少 啊 受賢業務啊 受賢業務 受賢啊 受賢啊 受賢 受賢你一年後多少 沒有沒有 我想這個 我想可能 對 我們這個 這樣好不好 詳細的數字我請我們 去年度齁 受賢的 受賢都順順多少 請討一下 七年度 我們楊副總金名 好了 報告委員 去年 呃 將近四億多的獲利吧 還有獲利 你是對嗎 不是 我們整個公司的是 去年有106億的獲利 不是啦 說如果 單純說 那個受賢業務呢 那受賢業務呢 那受賢業務呢 對啊有五億的 五億的英語嘛 你那個 你要連這個 足費成立 你給他都算 算進去吧 沒有沒有沒有 單受賢業務 單受賢業務 怎麼會有那麼多 五億對 啊我這個報表 怎麼會 怎麼會虧那麼多 五點三二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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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連鑽五點三二億 對 欸這個感覺很奇怪 其實我們在受賢業務 我們現在中華優陣所面臨的困難 第一個呢 當然因為 政府有這個立場 金國安會也是這樣 把中華郵政的這個監督管理啊 跟一般的保險公司一樣 這個我們接受 完全接受 對 可是呢我的困難在哪裡 我的資本額的限制 還有這個RBC的問題啊 所以我新產品沒有辦法開發 我們現在目前遭遇的困難 是這一點 那最近最近呢 在部長跟呢 所謂長官的這個幫忙之下呢 我們最近已經有所突破 欸 姚董事長 是 我感覺 我感覺到齁 你們有幾分奇怪 你們現在齁 五兆多對不對 五兆三千億 五兆三千多億啦 對 你們這個租金的靈活運用齁 你們第一季的租金運用 數收收益多少 兩百一十二多 兩百一十二億 對不對 欸 欸 郵董事長 兩條花 你們第一季的租金 才賺兩百十幾億喔 你們這個行李是怎麼做啊 這個 跟委員報告 您真是行家 一點就點出要害 我們在資產活化正是 目前正是我們工作的重點項目之一 那這裡面就是必須要充電 因為什麼 我們的資產活化 我的這個局屋 可能這個作業場地 都是機關用地 都是郵政專用地 很難轉變做其他的 所以在租金的收入上面 自然而然就受到限制 這個跟委員報告 那租金收入齁 我覺得那都是配交 那站你們五兆多 那都是配交 我六月給你們看你們齁 只有三月三月份齁 你們的租金運用配支 我給你們看齁 你們的存款的利差齁 這很低啦 你們貪很多錢 好來 你們五條花經驗 剛才都這樣 購買再見 對不對 來 國外投資 股票及基金 主要收入是否一場 請教一下 這個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資金運用的配屬方面 大概我必須跟委員 因為牽涉到中華郵政 因為我們的來源 都是中低收入的一般存戶 所以對中華郵政怎麼樣善用這個資金 保障他們存戶的權益 這是我們唯一目標 所以資金運用有一個指導原則 一安全性 第二個流通性 第三個呢 才才獲利性 所以我馬上跟著您答覆您的問題 所以您剛剛講這個債券 主要賺錢的協議 叫您三個半條一樣 這都半條嘛 國外投資股股票基金 購買再見 上面在賭博 比這全中華民族 送大經的渡部公司一樣 你的主要收入被輪圍 都在賭嘛 對不對都在賭嘛 沒有啦沒有啦 那股票基金跟國外投資 賭買再見 你都在賭多少 錢的比率佔百分之八十啊 你佔百分之八十啊 哪有一間 郵政公司公眾比吃飽都在賭卷呢 賭買再見不是賭卷 您能錯解意思 錯解意思 因為我們的資金運用 我們的限制實際上很緊 非常嚴格 來 郵董我剛才跟你說 是是 您現在錢提供中央銀行 嚇我們的外國人 對不對 您賺利差 中央銀行跟一般商業 你賺利差來 九十八年度您的結算已經 付利差你知道嗎 可是 你付利差勒 這完全是現在低利時代 啊低利時代付利差 所以您的中華郵政 你轉型我覺得轉無路理來啦 你已經低利差了嘛 結算表現很清楚嘛 沒錯沒錯 所以郵董 我們在這裡說 這個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利息部分啦 所以我們的資金運用 對啊 我就必須要去加強強化 你們利息 現在喔 低利時代 你們已經結算表 出現0.02 齁 那個利差出來啊 付利差出來啊 欸 出現付利差 啊我又看你們 主要營業項目喔 的資金運用表 我看一張同樣的 哪有說中華郵政 輪委的賈巴 都在比這主業 都在做這個 但是我 我有兩點喔 時間的關係 我要請教一下 我是覺得說齁 其實齁 現在出現化數位化齁 我們的電子郵件 電子帳單很多啦 其實你的轉型 我覺得齁 你們兩萬幾個萬港嘛 對不對 兩萬五千 兩萬五千 都沒有裁測 到現在裁測兩個啦 好像是中立台南嗎 那個是不能這樣 其實是因為業務量的關係 配合地域作業的需要 我們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那就是裁測 其實全台灣的可以合併 是大堆啦 處理中心 你做國文港的目標頂相當給你肯定 你的領域很高 這個老舊的 成年老舊機器的中華 我正 其實齁 你的企業管理你要領 對不對 你可以好併就好併嘛 所以齁 我是覺得我對你的期待很大 奇怪的啦 啊再來 欸我做那些集郵票 這時候 你有感覺現在集郵的人 有夠借嗎 奇怪咧 欸 之前有人提早的郵票 去買到 請幾百人買到 欸 祖先在那裡集郵 在那裡集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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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 現在小學生 中學生 現在集郵就沒人在 對對 集郵 所以店都會被別人了 這個我跟委員很快樂 集郵的人士 跟市場 是轉變了 所以我們在集郵的策略 方面 一個呢 增加宣傳廣告 同時到各個學校去示範 去開這個集郵說明會 提高他們培養新的集郵人士 欸 姚總 建成六經現在開到兩經了 你一直先到 一直夾一夾夾夾夾夾夾两斤啦 我在吴云婉的意思 我四眼跳舞会跳得太大了 对了对了好了好多下多下